好吧 开始吧 这个是快速的自我介绍一下 为什么会找一个印华系的老师 跟各位市长谈这个什么元宇宙 谈这个人工智慧 谈这些平板电脑的运用 我自己上面是我的教学经验 但主要是行政产业经验 会比较跟实物有一些连接 例如说我从2014年开始 我一直都在做新加坡教育部的TRACY课程 这个TRACY是新加坡 它是一直不断的要求老师要 那是什么 就是一定要一直不断的在上课中 一直不断的研习 他们要求每个老师 一年要100个小时的研习时数 那这100个小时研习时数里面 新加坡的数位的部分 我大概就是华文的部分 大概是我负责的三门课 那这三门课是每年都会定期的 跟这些华文老师upgrade 所以像是新加坡 他们自己做了一个平台叫SLS 在SLS之前有一个叫做IMTL 这个全部都是对IMTL是母语部做的 母语师做的 SLS是整个新加坡教育部做的 SLS叫做student learning space 他们在2018年 2018到2019年之间 就已经把所有小学中学出院 所有的课程全部都数位化了 那数位化当然就是他们有自己的教学平台 那他们也把自己的教材全部都放在教学平台上面 他们也开始鼓励 就是在很早之前他们就开始鼓励老师使用平板电脑上课 那包含像现在整个新加坡的中学以上的学生 他们都参加了一个计划 那个也是教育部的计划 叫做POD Personal Learning Device 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平板电脑或者行动装置 那这个平板电脑包含像是Chromebook 包含像是iPad 包含像Android Tablet 他们跟我们一样就是什么都用 那也就是因为这样 我就跟着新加坡一起在那边玩这些东西 就在课堂上 小学课堂中学课堂 就是各种课堂 怎么去玩这些东西融入 从一开始的实体 2014玩到2020的实体 2020玩到2022 就是全部在讲线上 那这些东西是我一直以来都跟他们一起成长 就是每天 这个真正的几乎每天 每年三个礼拜就在新加坡 然后各校的辅导 各学群的辅导就要玩这个东西 那我自己也曾经做过像是敦煌 如果对外文在座各位市长大部分都是各个语言的老师嘛 好所以像是敦煌文赫 我是他们的数位顾问 所以就是数位行销 数位教材的或者数位APP的转制 我大概跟这两个公司比较有一些关联 还有远东远东是做华语的 然后呢 纯数位科技的就是VuSonic 像刚才副校长也提到 上次校长副校长来的时候 还特别赶过来 就是让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这种触控的装置 怎么在课堂上运用 那纯平台的像旭联 纯教材的像旁帝等等的这些公司 那我自己呢 目前也在帮这一些单位 昨天接到有很酷的 不对不是昨天 礼拜六 接到一个我非去不可的单位 就是台电 台电的何能 何能讲习所 现在台电现在反正各家啦 现在其实不知哪一家 就是各家的trainer 以前都是实体 现在都要转线上 所以台电包含台电 大概我下个礼拜就会开始去帮他们 做一些内部的那个讲师培训的部件 所以像是就是帮这些东西做他们 帮这些集团 帮这些公司做他们内部讲师的培训 内外部讲师的培训 这是我的一些产业的经验 那我自己有个YouTube的频道 那这个YouTube频道 呃自己 伯利推销一下 恬不知耻的推销一下我的频道 好的各位各位市长可以 我把这个channel放在这里 一个不小心赶快把频道的连结贴出来 那我也很怕有些老师想要用手机 所以呢赶快把QR Code也产生出来 你可以直接用手机扫描QR Code 他就会跳出YouTube的频道 就跳出YouTube的App 就可以马上订阅 我一个舔不支持的名称叫连老师都会 但是这其实是一个双关啊 因为连老师都会学生怎么可以不会 连老师都会 连老师都可以学生当然可以 这个是这个是我在后面的寓意 所以我一个这样的channel 大概有4.39 目前4.39万的订阅人数 目前在这个频道上 我记得连结我也贴出来了 在这个频道上我记得 我记得 对 快要500万次的观看次数 所以这个是我目前的就是客语 闲暇之余就会录一些影片 跟老师们分享到底像我自己教语言的简体字 正体字怎么用啊 刚才大家一开始 如果早一点进来的市长会看到 我有一个一些影像的特效 我现在对讲师 就是那种业界的讲师的培训 大部分都会教他们用这样子的工具 就是不要在桌面分享 我直接把我所有的影片 把所有的 因为其实业界要的跟学校要的比较不一样 业界要的就是五秒钟就是学生要看懂 或者你的那些学员 他要能够看懂 到底公司要传达什么样的想法 什么样的意志 所以标题都是一条一条一条的 非常非常清楚的 那这种就很适合在线上课程 直接使用这样子的外挂程式 那这种外挂程式我也录了一些影片 就是还有包含这个 怎么用这样子的工具去录教学影片录教材 这个都是业界需要的 那我就在我自己的channel上面做了一些分享 这是我的一些经验 那我们回到学校里面要的 那为什么我真的很感谢教育发中心开了这一次的课程 因为好像现在各校也开始在做教学实际研究计划的申请 对不对 目前教学实际研究计划 我们就讲教育部的就好 因为基本上各位可以看到我没有科技部的计划 我就是做劳动部跟教育部的计划 比较像是科大老师对不对 所以我还蛮喜欢坦白讲 就是劳动部 我现在是劳动部的课程发展委员 所以劳动部的就业学程 我一直都在办 这个课我从台东大学办到现在 就办到中原大学我办了十年了 那这个课我就一直在配合华语文教学的变化 找到一些相关的业界把学生塞进去 这个是我只得把学生塞进去塞到相关的公司里面 所以我一直以来都在办 这个是在中原大学办的课程名称 那对大学来说 特别是教育发中心 最看重的应该是这件事情 就是教育部的教学实际研究计划 那我觉得就我目前审到的 因为我现在也在帮教学实际计划审查这个案子 就我目前审到案子 其实数位的还真的是偏低 偏的非常非常的低 大部分发现的教学现场的需求 就是学生的专注度等等的 但是以我们现在讲COVID-19已经走到尾声了 我们已经到了新常态的时代 如果对于教学实际研究计划想要申请得到的话 要与众不同 坦白讲今天这个里面的内容 不管是平板也好 因为我看到至少我审到案子没有跟平板有关的 至少我审到案子没有跟人工智慧有关的 至少我审到案子没有跟数位有关的 大部分都还是解决实体教学现场的问题 但是现在的教学现场你会看到的就是刚才有老师提到 Hybrid 对不对 我怎么面对线上 我怎么面对线下 那我怎么面对纯线上的学生 其实如果可以从这边提问的话 我觉得这个机会还蛮多的 那我108 109很幸运的 就是这两年我都拿到了那个集邮计划 这两就是连续拿了两年 这个是我的一个经验 OK好 以上报告来 认真开始要讲里面的内容 因为我们现在真的很惨 我们您跟我 我们大家现在都很惨 我们到底有多惨呢 各位市长可以看一下这个画面 先确定一下 在您的教室里面 我先写几个数字 大家可以回神 刚刚讲太多故事了 一是电子白板 二是WiFi 6 三是平板 然后呢 四是线上教学 五是IoT 我就先写这样的东西就好了 因为IoT叫Internet of Things 就是互联网 在我们的教室里面 现在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有哪些 大家可以按照这个数字写出来 在您的教室里面 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 如果有的就把这个数字写一写 如果没有的就打个零 就是好像在我的教室里面 不存在这些东西 我们聊天室现在非常非常的寂寞 孤单寂寞冷 有点冷清 谢谢各位老师 回来我们先找34位老师 我们是不是应该加上 一个再来一个 不管 先这样 来 您的教室里面有什么 正在用的 如果都没有 来聊天室打个零 谢谢大家 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 我先自己也快一点回应好了 我在教室有电子白板 我在教室有WiFi6 我在教室用平板电脑 我在教室同时也线上教学 我在教室现在有一大堆东西同时上网 我好像都有 我自己也打了12345 然后各位市长 副校长已经打了 副校长说 您的教室现在有电子白板太棒了 所以您的教室 现在学校大部分就是WiFi5 WiFi6 新的大概都陆续建 然后一大堆学校开始有这种线上教学的需求 不能讲需求 因为到底什么时候报不知道 希望不要报 但是我们周围邻近的国家 全部都报光光 我最近最多的课你知道在哪里吗 我最近最多海外课是香港 因为香港现在 大家都知道香港现在超级无敌 有够严重的 学校前一阵子就前一阵子停课 现在复课 但是复课了之后 因为还是很多学生没有办法到学校里面 所以他怎么做呢 现在整个香港 几乎每一间学校的每一间教室 都在做Hybrid 然后我们当然希望台湾不要有 那Hybrid做法基本上就很需要 这个东西 我跟各位市长报告 2022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坦白讲就是电子白板 就是这个电子白板呢 你看上个礼拜 大家知道上个礼拜发生什么事情吗 上个礼拜发生了这件事情 来我把我把Google打开来 上礼拜 台北市电子白板 你看哦 我直接从新闻来看 台北市 怎么没有找到 台北市 台北市的电子白板 有有有有 这里 这是教育部生生用平板 应该是台北市啊 重来 台北市斑斑有大瓶 哎这个瓶不是这个瓶啊 这个瓶是这个瓶 来 前几天啊 台北市说了这件事情 也是两天前 有没有 教育局啊 三年 这是台北市啊 但是还好这跟我们桃园 跟各位在高雄 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他预计 在三年要投13亿 让全部的教室 每一间都有 这个所谓的大瓶就是电子白板 好让每一间都有电子白板 哎 这个对我们来说什么压力 现在上课好像 呃 那个时候 我在跟台北市 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 因为我之前曾经当过一小镇子的那个 台北市的智慧教育小组的辅导 教老师 然后我就在跟我们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说 电子白板对我们来说最方便的事情是什么 我可以实体 我可以线上 我可以hybrid 那我就在我的课上面该注记 该写这一点点问题 我们这是电子白板最大的好处 OK 简单来说是这样 就是它是现在所有教材的基本载具就对了 所以台北市两天前说 我要做这个政策 听起来还蛮厉害的 就是有太多事情可以做了 然后呢 除了这个电子白板的政策之外 现在反正总之网路就越来越快了 然后再来刚刚老师提到 metaverse这件事情 所谓的元宇宙这件事情 我们元宇宙很快的 很快很快 我做一个很简单的demo 我跟各位市场报告一下 例如说我看看 我把我的元宇宙的系统打开 我待会我先登录 等一下跟各位市场简单的快速报告一下 您现在看不到没有错 您现在是看不到的没有错 好稍微等我一下 我会把我的画面拉过来 好来 各位市场可以在这个画面上看到 左翼元宇宙的系统是什么呢 也就是我可以直接在系统上面找到一个avatar 然后在avatar我先不要share screen好了 我先用我自己的inferited camera 然后声音给他一个好了 他要start 所以你看现在的系统 我可以做到的事情是 我可以马上create a space 因为给学校的元宇宙 好那给学校元宇宙 如果我要给一个space的话 我就可以直接create 好那按一下next 我可以有classroom 我可以有meeting room 我可以有theory classroom 那我们就用一般的classroom 这个是老师们最熟悉的 以后我的课堂 就可以直接把这个连结复制下来提给学生 要求学生加入我的教室 你看我们现在在语言中心做的 线上课程的实验是这个样子 我们是这样子玩的 也就是老师透过这种方式 直接登录进来之后呢 哎呦哎呦等一下哦 我知道了 我现在这边的网络 因为我现在是用了人家的公司的网络 有点可惜啊 被屏蔽了 因为这个有那个 有那个叫什么 防火墙的问题 所以很可惜大家没有没有办法看到 但是简单的来说 我可以直接用我自己的avatar 在一间教室里面当然走来走去 我可以用我自己的avatar 在一间教室里面呢 直接去做到 就是班级的管控 每个学生在那边走来走去 我可以分享我的桌面 我可以分享我的画面 简单的来说啊 这样子的工具 他就是啊没办法开啊 那这就是命啊 这个算了 这个应该 这个下次要不是下次了 这个要能够看到 我要用我的手机分享 分享那个热点 分享热点就可以了 好但是没关系 我简单的来说 刚才各位看了一半 就是只有进去 进去一部分的东西 就是我进去了之后呢 我后面我继续讲 我可以有我自己的avatar 然后在avatar上面有我的协调 我的协调是做什么呢 我有没有专心的在上面 回复老师的问题 如果有我的协调就会加满 如果从头到尾都在发呆 老师的avatar 可以看到其他avatar 那个协调就啵啵啵啵啵 就越来越少 我如果要点人家问问题 我就直接点他的头 然后点他的头之后 他的webcam就出现在那个画面上 我就可以看到他 然后可以问他问题 然后所有的课堂上 不管是点名啦 不管是分组 我可以说我哪个几个学校分组 咻就把他丢到另外一间教室 所以像这样子 好让他尽量的跟学校里面的经验 越来越符合的方式呢 其实现在metaverse的系统 我现在metaverse比较大的 它是跟metaverse是跟生活有关 但是我现在能做的 就尽量不要跟生活有关 我们的metaverse做的是什么 metaverse做的是跟教育有关的 所以我这边叫他 Edgeverse EDU 但是因为Edgeverse 已经被其他人注册掉了 所以很遗憾 我不能用这Edgeverse的名称 只好跟风继续讲metaverse 这个是现在台湾的业界 也正在开发的事情 那除了 就是应该这样说 不管是台湾的业界也好 或者是国外的业界 好像今天中午 我们要讲那个 Microsoft Teams的metaverse 也是 现在Microsoft Teams 他也把他的metaverse 跟就是他的宇宙观 也开始把自己的Teams 也开始把自己的Wideboard 也开始把自己的 像是PowerPoint 这些Punk全部都结合在一起 很酷 现在老师要学的东西 现在越来越多 那再来呢 以前的挑战 这其实是上个挑战 都是平板电脑到底能不能用的好 用的好用不好 这是老师上个挑战 等一下我们会一起来试试看 就是平板电脑可以玩的东西太多 那当然什么复合教学 VR AR 这个Virtual Reality Argmented Reality 这个也是现在 中小学老师一堆都在玩的东西 然后BROD现在跟我们比较没有关系 因为台北 不在台北 全台湾的限制政府的教育局处 应该拿到教育部的补助之后 现在应该说9月份开始 所有的学生 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device 他不用逼了 不用bring了 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自己 your own device 然后就可以拿他来做这一些事情 这个是我们2022年 中小学已经来的事情 那对我们来说会是挑战 当然是 所以我的波提式出现了 这个波提式就是说 真的我们的挑战才太大了 那刚才看到的每一块 每一块啊 坦白说 都是教学实践研究的机会 为什么 怎么说呢 基本上 就我至少我们看到的 送出来的稿件好少 我觉得这些东西不太多 所以如果这些不太多的话 还是一个小小的问题 你看哦 我们待会要来跟各位讨论 先拉到这边 先这边好了 来各位市长 先可以先看一下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非常的简单 在您的生活中啊 到底AI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我们今天第一段 1.5段会讨论的就是这种 AI在教学上的运用 但是呢 在讲AI在教学上运用的时候 各位市长可以先简单的回应这个问题 在您的生活里面呢 AI人工智慧主要用来做什么事情 大家可以扫这个QR Code 简单的回答一下 或者是直接在点那个聊天室上的超连结 我也扫拖地 嗯 台榜果然是AI 扫拖地真很AI 他可以规划自己家里面的那个 可以规划自己家里面的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叫什么 地图 然后在对的时间 我把这个拉过来 哎呀要登录啊 好吧先登录一下 送货也AI 现在各家的快递好像也真的是这样子 就是很容易的可以 应该说送货的AI是他从 从你开始买东西 那个时候开始 他的发货都是透过机器人 在那份货 在那边做一些什么样的动作 我相信这个很多老师比我还要熟悉 来 我们现在目前为止 只有一位老师回了两题 就很认真的回了两题 有两位老师已经回了三次了 好谢谢 来我给各位师长 一分钟的时间好了 回答问题的超连结已经在聊天室上了 或者你可以扫描这个QR code slido.com 或者直接到slido.com 输入WZU也可以 OK 就直接这样进来 太棒了 节省处理资料时间 等一下我会跟各位师长报告 在教学上 人工智慧 就是弱人工啊 那个当然不会是天王那种人工智慧 而简单的弱人工智慧 真的是可以节省我们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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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理资料的时间 OK 好 谢谢各位老师 所以我目前看到语音辨识 无人驾驶 少拖地 然后送货 20秒钟的时间 大家慢慢来没有关系 很简单的事情 好 我们还有两秒钟 谢谢各位老师 时间到 对不对 非常感谢各位老师的参与 好 我们看到这一些就是大家的 哎有没有十位老师回答 线上三十三十二位左右的老师 好然后十位老师回答 也就是呢 跟副校长 跟副校长报告有二十二位老师 现在人不在线上 那我们就不点名了 哈哈 好来我们继续 这个如果是我的线上课的话 你知道我就会开始一个一个 好这是跟各位师长报告 当然今天是延续 就是大家轻松一点没有问题 如果是一般我的课 我要是哎 线上三十几位 五十几位 我会看到 就是我现在用的工具 也跟各位师长报告 我用的工具叫slido 我今天开的是匿名模式 所以您是不需要打名字的 但是在slido的设定里面呢 他是可以选择 我要让学生填名字 所以啊 学生就很积极 因为我会无时无 他们都知道我无时无刻关 就是看这个人数 然后对一下线上的人 哦人不太对 等一下就开始狂问问题了 然后这个时候我就会开始一个一个 然后那个参与人 参与者这边就开始点名 然后点 问他你是哪一个 然后开始回回回 有没有 所以一堂课其实这样子的互动 坦白讲的不算少 就让学生可以打字 然后有机会可以说话 好谢谢各位老师 来我们这边看到了 11位老师 表示啊 扫地机器人现在在高雄卖的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现在扫地机人的确人工智慧 就是我们可以直接拿手机的APP 好在忍不住秀一下自己的手机的APP 你看这是我的家 我家里面什么都有 就是各式各样的人工 是不是 各式各样的感应器 就是我只要出门 然后呢 那个 那个叫什么 铁门拉下来 就是开车出门铁门拉下来 然后 那个家里有几个sensor 震射到家里没有人 超过五分钟 只要家里没有任何人的话 我们家的扫地机器人 因为我家住透天 一二三的扫地机器人就会全部出动 开始扫一次 很过瘾的 所以用这样的方式 有一点点人工智慧 有一点点懒惰 对不对 然后再来呢 做各种监测 这个监测 现在在汽车上面的监测 坦白讲真的是非常非常 这已经不是弱了 这是强人工智慧 所以他现在汽车里面的sensor 他又是照你自己 又是照外面 当然了部分的车总不是所有的车子 所以这个是生活里面会有的东西 然后推荐合一app 这个是演算法 这也是人工智慧一部分 你平常会看什么 你会听什么 然后像我们现在正在讲扫地机器人 对不对 搞不好等一下 你再看其他网页啊 就开始一堆扫地机器人广告了 所以这种演算法的推荐 也真的是人工智慧一部分 没有错 然后呢 像是语音辨识 然后无人驾驶 扫拖地 这个也绝对人工 这个已经都是强人工智慧 强的不得了 然后各式各样的机器人啊 这个扫拖地啊 送货机器学习 这个真的是很多啊 然后处理 节省处理资料时间 教育需求 这一些都是我们的 生活一部分太棒了 有一件事情 先跟各位市长报告 你看哦 节省处理资料时间 教学需求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真的很重要 为什么 来很简单 我现在都跟我研究生说 如果有任何老师啊跟你讲 哎那个我要做我要做访谈 然后呢访谈我录了很多 录了很多音 我要做逐字稿 那这个逐字稿可不可以就是问同学每个小时168块 然后请你就是帮我们打逐字稿 例如说一个小时我给你10个小时的钱 我现在都跟我研究生说任何老师有这个request的立马接 你知道为什么吗 很简单 这就是人工智慧的体现 我为什么这么敢跟学生说你立马接你知道 来 我先确定一下哈 各位老师有没有用过这个工具叫做office 来有的话在聊天室上打个1 我现在讲的是office365啊 这个学校没有意外的话应该都已经订了office365 对不对 如果有的话打个1 好谢谢 好谢谢美朱老师 您从头到尾都给我非常大的支持啊 感谢 啊 你看哦为什么跟学生讲这个也了解啊 很简单啊 只要在office里面啊 例如说我进入这个东西叫word 好那这个word里面有新增空白文件 对不对 好我跟我们学生讲 因为在中原大学所有的老师跟学生 都有office365的A1订阅 好就是这样子的订阅呢 在这个地方 好有一颗按钮叫做 好我应该要把它稍微再放大一点点 好有一颗按钮叫做麦克风 好这个麦克风这里有一个叫腾血 你知道人工智慧对我们整理资料 简直方便的不得了 我做一个非常非常非常世界无敌爆炸简单的示范 你看哦 这个真的省我们很多时间 以后你不要再被学生跟研究生骗说 我一个小时的录音我要花十个小时的时间整理 不需要了 我可以怎么做呢 来各位看一下这个地方 例如啊 例如假设 你看哦 我先开一个简单的软体 这个软体 我相信所有做语言教学的老师 应该没事干都会用它 叫odacity 有没有 这个 不管是录教材 或者是 或者是做 就是录教材 大部分录教材录对话 大概都会开这个软体吗 比较简单 自己家用的话 会用这样的东西 对不对 如果今天我是做一个访谈 在我的电脑打开 我待在这里 麦克风递给学生 sorry 麦克风递给老师 或递给访谈的对象之后呢 直接用这样的方法 请问您今天为什么会参与我们的访谈 很简单 因为这个访谈 你给我一个小时一百块 我缺钱 所以尽量问我问题 时间更长 时间越长越好 感谢 好假设是这样 我做了一个假的乱七八糟的访谈 这个录音档 啪啪啪啪啪啪 这样拉出来 对不对 这个录音档啊 我如果说我的档案我要汇出 然后我要存成一个MP3 这个MP3呢 我要存在我的桌面上 给他一个名称 叫做桌面桌面 给他一个名称 这是桌面 没错吧 叫做未命名MP3好了 啪啪就存档了 对不对 假设他是一个小时 这个20秒钟没有什么感觉 这个部分大家没有问题吧 这是我们平常 在录这种教材的时候 会用到的工具 然后会做的动作 对不对 这个是以前 web1.0时代会做这件事情 然后呢 我们就要求学生做什么 我们就要求学生 等我一下 我把我的这个 那个喇叭 不是喇叭 把我的麦克风都架好 让大家可以更清楚的听到声音 我们以前的做法会是啊 直接要求学生拿着耳机 请问您今天为什么 直接这样听 听了之后在那边打 没错吧 可是现在啊 人工智慧的时代做什么动作 我们可以做什么动作 我们可以直接在这边 按一下腾鞋 说我要上传一个音讯 我的音讯呢 在我的桌面上 然后我的桌面有个MP3 直接就用这样子的方法 按一下开启 这个是让我们生活 不要讲生活 让我们的教学 让我们的研究啊 非常非常方便的地方 好这个声音 胖就丢上去之后 他告诉你 哎 93了对不对 他已经正在转入音讯档案 这个东西不用1比1哦 以前我们还要1比1 可是现在呢 就只要从office.com 他在等待的同时啊 我把网址再丢出来 好给各位老师 跟各位老师 简单的报告一下 这个网址叫做office.com 好我相信 等一下 没有没有没有按到 这个网址在这儿 来我把网址贴出来 就这样子 office.com 进来之后呢 您用学校的 现在是叫计算机中心 还是叫电资中心 还是叫电资处 好每个学校都不一样 只要用学校给我们的office 帐号登录之后 你就会拥有这个功能了 来 你看 请问您今天为什么会参与 我们的访谈 很简单 因为这个访谈 你给我一个小时100块 我缺钱 所以尽量问我问题 好时间 就是刚才我这边 顿顿了一下嘛 对不对 越长越好 感谢 有没有发现 标点符号自己加上去了 现在的工读生 需要做的事情就是 把那个顿顿的地方删掉而已 那对他来说 现在怎么去对应这种逐字稿 或者是对应这种转译稿呢 直接听嘛 一边听跟KTV一样 很简单 接下来下面这边我就可以有了 然后有了之后呢 我还可以直接 你看你在多的时候 100块我缺钱 所以尽量问问题 时间更长 时间越长越好 时间更长 然后呢 其实这边我讲错了 我加个逗号好了 然后呢 时间越长越好 这边我再加个逗号 让他感谢 按一下新增文件 然后你要把文字 你要把演讲者 因为我们在讲对话 他自己把这个对话的 两个人分出来啊 所以呢我也可以改掉好 例如说这个是研究者 例如说这个是 第二个是受访者 我就可以自己调整 调整研究者 调整受访者的名称 完成了之后呢 我想要附加时间戳记 全部进来胖 就变成一段 组织稿 这件事情 自从我跟我的研究生们 讲过这件事情之后 研究生们拿到很多外款 所以各位各位师长 不妨试试看 您可以用刚才很简单的方法 我建议各位师长 这边自己玩玩看 一定要做过 这个做过一次之后 还是要让研究生赚这个钱 因为毕竟科技部 教育部都给我们这种编稿费了 这个 这个钱就让他们赚了 可是可以用人工智慧的方式 很方便的 达到这样子的效果 好来 因为我想要邀请各位老师 一起试试看这样子的工具 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东西怎么做呢 这个东西的做法非常的简单 来 我想透过 来 刚才我给各位office.com的网址了 对不对 所以您可以直接到office.com这个网站 直接进来了之后呢 用学校的账号登录 先到这里 您登录了之后 如果一点点问题都没有 就是登录之后看到跟我一样的画面 在聊天日上打个6 让我知道一下 跟你讲这个功能学会 真的省很多很多很多 爆炸多的时间 很方便 很不聊 好 来 完成了之后没有意外聊天就要打个6 只要能登录就好 好 谢谢我看到学片半飞来了6 你看到 当您登录这个网站之后呢 好 请您直接找到 在这个画面上有一个叫做word 真的 记得哦 这个功能不能用我们自己的office账号 因为我们自己office账号可能是没有付钱的 但是学校它已经好 现在全台湾的学校基本上都是office A1以上的订阅 就有腾写这个功能 好 你只要点进这个word 这边 这样啪啪点进来之后呢 选一下新增空白文件 这样就行 就是word 然后呢 我把步骤写在这边 1 word 2 新增空白文件 好就这样点进来 就会有一个线上版的word 我跟你讲好用的不得了 而且呢 在座老师您可能不是跟我一样 就是我们 印华系 华语系的就是叫中文 就是听中文嘛 但是您的访谈稿 或者您的这个录音档案 可能会有日文 会有德文 会有西文 会有法文 那各种语言 在word上面都是没有问题的 好那您只要点进这个新增空白文件之后呢 在这个地方 没有意外的话 您可以看到 这里有一个下拉选单 这里有个麦克风 对不对 请您点麦克风的这个下拉选单 点这个下拉选单 这个地方 点了之后去选择腾写就可以了 OK 点了之后去选择腾写就可以 那您点了腾写 您会觉得 我手上好像没有 没有MP3档没有关系 我帮各位准备了一个 就是我刚才录音的档案 我刚才录音的档案 我也传到云端上面了 那您只要点这个连结 就可以直接下载 刚才录音档 所以这个录音档 我看一下 左上角 这个录音档呢 您就是很点耐的链气 这个录音档您进来就是点聊天室上的超连结 左边有一个下载 这边有个下载 点下载 它就会存到您的电脑上 直接这样点就可以了 就是我刚才急性的乱录音 里面有错字的 那当然您想要试试看外语的话 没有问题 你就自己录一个一段外语 自己自己录自己自己用 所以刚才这一段您下载回来之后 这里有一个腾写 您只要点选这个腾写 然后它的动作就是啊 我可以直接选择上传音讯 那当然您想要试试看外语 自己点选开始录音 那这里有一个 您可以选择什么样子的语言 自己可以下拉选单再去调整一下 所以这个下拉选单呢 应该超过学校教的语言了吧 应该超过学校教的语种 所以您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直接在那边选择自己要转入的语言 然后按一下开始就可以 各位师长 我们花个三分钟的时间试试看 有任何问题都可以 直接在聊天室上面提问 或者您可以直接打开麦克风 都是听得到的 没有问题 都可以直接说 大家可以试试看 这样好了 按听写的话 对对对对 按听写就会将老师现场的话 变成文字档 没有错 谢谢蔡老师的提醒 因为我刚才讲的是腾写 那听写的功能呢 像我现在的课 有时候我会跟学生们讲 你也不用录音了 这个录音真的浪费时间 你不如直接按听写 因为他就会直接把我们的声音 全部转成现场的逐字稿 所以如果是研究用 我们就是录了音之后 用腾写转出来 如果是教学现场用 我们就可以直接用 刚才那个听写这个按钮 也就是蔡老师这边提到 这里有一颗听写 这个听写也不得了 我跟你讲也了不起 在这个听写这里 口语语言我们可以选择 中文日文西文法文英文 译文普文波兰文 芬兰文俄文挪威文 泰文荷兰文自己选 选完了之后直接说 直接起用标点符号 直接就像现在这个样子 起用标点符号之后 他也可以直接做到 起用了标点符号之后 他也可以直接做到逐字稿的转译 所以老师在课堂说了什么 他会一五一十的 把每一个字打出来 打出来之后 他还会自动加上标点符号 OK 没错 我就是要让大家休息 我等这个一分二十二秒到 可以吧 有没有发现 太强了 是强的不得了 是现在真的是太厉害了 好 感谢圣阳的提醒 那我想既然休息时间到的话 我们就并休息好了 就不管这个上面的时间了 我再把这个画面拉过来 在这里 也就是呢 我们刚才讲疼写 我会建议各位师长 可以在下课的时间 休息的时间 不是下课 在休息的时间 简单的练习看看 这个十分钟 我们休息个十分钟 等一下回来 我会继续跟各位师长报告 除了这个之外 现在有太多可以帮我们的地方 好吧 来 十分钟 谢谢大家 时间到我会再用声音跟影响 呼唤大家回来 感谢各位老师 谢谢 听得到我的声音 也看到了画面 都会在聊天室上 打个三 谢谢大家 感谢 好 谢谢大家 这个满满的三 这个 刚才好像没有这么热闹 好 那我继续 那我们刚刚看到 上 这个在投影片的上个页面 讲的事情 其实就是这个 来 我把画面切回来 我们在投影片上面 讨论的事情 是这件事情 他的确可以帮我们 节省处理资料的时间 对不对 然后也可以帮我们处理教学需求 这个除了生活 这个对教学上来说 真的是大有帮助 因为我们透过那个叫什么 那个叫什么 Microsoft的腾写功能 我相信各位市长 刚才在练习的时间 也都试过 其实这个试过一次 应该就没有问题 那我们在实际上操作的过程 会有的问题 其实有几个 因为也不见得什么事情 都那么美妙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最大的问题是老师端 或者我们在研究的时候 请研究生去录音的时候 他用的是 常常会看到就是学生用手机录音 然后这个手机放的里访谈者老远 远远的声音说的不好 声音如果我们自己听得很吃力 千万不要指望机器可以听得更清楚 所以对我们来说 或者是对这个之后在研究生 或者是同学们在 或者我们自己在录音的时候 要做的事情就是收音要清楚一点 那万一真的收得很差怎么办呢 收得很差的话 我会试着用这个东西再补救一下 我刚才软件不见了 我会试着再用Audacity Audacity这个工具再去补救一下 因为Audacity它可以帮我们去杂音 可以帮我们调整这个音量的大小 大概补救完之后再丢到刚才Office疼血 基本上就解决了 这个是我们刚才透过老师们的分享 看到生活上面的小智慧 不对生活上面的人工智慧 对我们教学真的有点帮助 那若人工智慧这个定义 其实大家在网路上找 或者是各种各种书都有 这我们不讲了 那主要是它跟现在大家谈的 人工智慧比起来 我们会不会被人工智慧取代 现在这个是大问题 这个大灾问不在我们讨论范围之内 当然我们现在讲 所谓的Narrow Intelligence 这个AMI 对我们能够在语言客能处理的特定技能 而且我把范围说的很小 就是在语言技能的这个问题 包含什么 听说读血 那这边打字我现在开始不太用了 因为我现在的血呢 我现在都会把这个血 就是变成这个东西 叫做电血 所谓的电血指的除了直笔血之外 我们可以透过打字 可以透过语音输出 这个等一下我一个月跟各位报告 来首先先来讨论听这件事情 你看哦 语言教学啊 或者弱人工智慧 所以他怎么解决听这个问题 很简单 不能讲这个很简单 也不是我简单的 应该说现在的工具啊 我真的讲太强了 强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我以这个网站为例子 不是网站 我以这个工具为例子 这个工具叫做Microsoft Edge 很白说啊 我现在跟很多的老师说 语言老师 如果你是教语言课的老师 你可以自己用Microsoft Edge 你也可以要求学生 或者是导引学生用Edge 为什么呢 因为Edge在听这件事情 非常有帮助 我举个例子 例如说 诶 用麦克风 文找大学 我只听到雪啊 重来 哎呀不要多讲话 我没有你讲话 我没有你讲话 你讲话太多了 重来 你看我刚刚讲的雪 他就开始忍不住 在那边一直念给我听 白雪冰雪下雪鸡雪 继续允许麦克风存取 例如 他要我找中原大学 我就直接找中原大学 算了 既然他要让我直接找雪 命定的我直接找雪好了 我现在在这个Wikipedia上面 他说啊雪是一种形式的降雨 我把它放在 不对我忍不住当中文课在上啊 因为中文课这个字都要放大一点点 你看哦 在现在啊 在Edge这个工具上面哦 任何我需要让他读出来的东西 我都可以用选的 选了之后呢 他有其实有一大堆动作 这一堆动作呢 来我这样选 我就直接这样选 哎为什么我 我不太会用滑锁了是不是 不小心又选到降雨 那就降雨吧 哎可以了可以了 来你看哦 例如说降雨是指在大气 这个我不念了 我直接选其他动作 这个其他动作呢 我可以直接选择大声朗读 而且啊 在这个大声朗读里头 你会看到的是 你会发现KTV进来了 气温越高 大气可以容纳的水气含量就越多 就是 以前啊 我们在教语言 在教阅读的时候 会希望学生可以逐字 可以看着看着字 然后呢 这个字再加上这个理论的部分 就不在老师面前说了 那我们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让学生又看到字 又听到声音 对不对 这个声音呢 好了你先不要念了 这个声音呢 我还有从这边选择语音选项 各位你看哦 很过分的地方是什么 很过分的地方是啊 我们基本上 在台湾 会教会学的 绝大部分的外语 他的发音都已经接近真人了 所以刚才我选的是 这个小陈 小陈的natural 的发音 他是用台湾的中文发的 如果今天我想要让他用 萧萧的声音来念 我这样选的萧萧之后呢 速度 因为语言课 我想要让他慢一点点 我直接在这边 让他继续念 是由于空气的上升运动 随着空气团上升 任何的网页上的文字 如果我让学生听 多方便 已经不用再去找一些其他的外挂工具了啊 不用再去找一些其他的软体啊 其他的这些啊 这个老师自己录音录的这么辛苦啊 光是中文啊 至少我现在听他中文的发音啊 他的多音字也处理很不错 我指的很不错 大概就是 目前看来就九成 九成多以上 这个已经几乎百分之百的正确了 所以他的发音 他的咬字 他的这种逐字念读的方式 方便的不得了 好那各位老师 如果您的电脑上 您用的如果是Windows 你的电脑一定会有AGE 一定会有这个东西 叫做 我直接打在这里好了 叫做EDGE 我把AGE的网址 给各位老师 但是应该是不用 因为正常的状态 我们的Windows 10 或者是Windows 11的电脑 早就内建AGE了 那如果您的电脑没有的话 可以直接下载回来 好那像我们的语言课啊 这个华语中心的课程 我们会让学生 就是除了他习惯 可能用Chrome之外 我们会跟学生讲 好吧 你就用AGE吧 为什么 因为任何你看到的文字 只要你不会念 选起来其他动作大声了 他就可以直接这样子念出来 所以我们就可以用这种方式 至少很清楚很简单的去做到 听这个动作 可以吧 各位市长可以试试看 那如果您试过之后发现 对没有问题 或者有更好的建议 都可以直接在聊天室上提出 因为这是多语的 各种语言都有 不是只有中文 但是因为我今天示范的是中文 没办法 我是印华谢尔老师 所以各种语系 您都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然后在语音选项这边去选择不同的发音 所以如果今天您是用芬兰语 这边也有 要法语 这个比利时的加拿大的 法国的不同的accent 这边都可以直接找得到 这个是在Microsoft AGE上面 内建的语音选项 方便的不得了 所以读报也好 或是看一些补充的资料 或听一些补充的资料 这个现在弱人工智慧可以帮我们 好就是听 来完全没有问题了 在聊天室打个3 谢谢大家 好因为很多老师 就没有开过这个工具 我就有点可惜 好谢谢大家 学片班回来的3 好那听没有问题了对不对 好那现在啊 这个弱人工智慧 对说坦白讲 效果也真的很好 怎么个好法呢 好例如说刚才啊 蔡老师已经提到 我们可以直接在哪里呢 我们可以直接在啊 例如说 我再切换到 没有按照是 我再切换到刚才的这个 Word 你看哦 我把听跟说绑在一块 然后跟各位报告 现在这样子的工具 对我们来说多方便多方便 方便到怎么样的不可思议的程度 如果这边呢 刚才那个许啊 我关掉了 来 文找外语大学 如果我在这里啊 找到学校的学校的说明 然后呢 直接 我应该直接看Wiki 比较快一点 例如说 我可以用什么样的方法 让学生练习说呢 我可以直接啊 这一段文字 我复制下来了之后呢 以前的Word 我们只能做讲义 但是现在的Word 我可以直接啊 就是贴上来之后 学生可以看到嘛 这种看到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了不起 应该说学生还可以共同编辑 学生还可以 我们还可以拿来当作业来使用啊 对不起 我那个登录有点问题 我待会他跳出来 我再把它关掉好了 然后我 因为我有太多的Office的账号 所以刚刚的Office账号 他现在能取 那是Office账号错乱 才会出现这样的状态 再一次 让他重新来一次 拒绝存取 等我一下 很抱歉 因为太多Office账号在这边搞怪 重来重来重来 那个登出没有登出很干净 就有这样子的问题 但是没有关系 我跟各位市长报告啊 以后您可以直接从共用这个地方 取得连结贴给学生 那很简单的来说 当你取得连结贴给学生之后 你看哦 他的听在哪里 他的听可以是啊 他可以直接从 教育这个 sorry 从检视这个地方 这里一样有个沉浸式阅读程式 这个对我们来说很方便的东西是什么呢 他可以放大文字的大小 他可以有一个内建的字典 然后呢 他可以假设就是外语的话 他可以告诉你音节在哪里 他可以告诉你这个词性 不管是英语 不管是法语 不管是西语 不管是德语 这个词性都可以在他字典里面找得到 那学生端呢就可以直接播放 文造为于大学 他就可以听得到 然后呢 除了听之外 文学系文明之天主教大学 有圣武苏勒女修会于1966年创办 像名为纪念首位华籍主教罗文造主教而命 例如说我这一段都念完了 对不对 以后呢他可以用这个word的文件 直接听到声音 你看这个发音好像比我还要标准 听到声音之外啊 说怎么解决 现在的说是可以这个样子的 我们在常用这个地方呢 就可以直接找到这里有一个麦克风 这个听写 各位你知道这个听写多可怕吗 这个听写除了是我现在 直接讲直接听之外 像是线像是线上课 哎呀糟糕我现在 不敢点线上的任何的人了 糟糕 我们只好请圣阳 圣阳兄你在吗 糟糕了对不起 再好你可以开一下麦克风 还是你没有麦克风不可以 叫叫发中心不可以没有麦克风 不好意思啊造成你的麻烦 像我们线上课 假设正阳兄现在是在的 然后假设他的麦克风是打得开的 这个真的是找他麻烦啊 对我的学生 当然对学生我们就不会这么可气了 你再不开你上线上课 对学生会这样 但是对正阳兄叫毕恭毕敬 如果现在学生的麦克风是可以开的 你知道吗 我们可以啊以后不是以后的课 就现在线上的课 我们的玩法是这个样子 我用office word直接打开 对不对 上面呢不管是我念过或者是系统念过一次 两次三次给学生听 或者是我已经共用这个连结 诶居然又可以按了 太让人意外了 那我把这个连结复制下来给大家 这样比较像是我平常上课的样子 我又把这个连结啊 分享给我线上的学生 所以线上的学生也可以看到连结 教授学院也可以看到连结 对不对 大家点了这少连结进来 我都会跟学生讲啊 给你五分钟的时间 自己听过一遍 那当然我这边的多音字 我先处理掉 那请他自己先听过一遍 那点连结大家可以进来 怎么听呢 各位师长可以试一下 简式的沉浸式阅读程式 自己听几遍就几遍 我也不用再念给他听了 那当然我也可以念给他听了 文早外语大学 文早外语大学 简称文早 就是我眼睛要对着镜头 就是比较让学生觉得我们认真在上课的感觉 啪啪啪念完了之后 给他三分钟五分钟 自己去熟悉这个语感念完了之后 我会抽签 先找一位同学上来 所谓的上来就是打开麦克风 做什么呢 来各位师长可以看 在常用这里 有一个麦克风 我只要请任何的同学打开麦克风 我同时点这个麦克风 文早外语大学 简称文早或文早外大 是一所位于中华民国高雄市 以外国语文学系文明之天主教大学 有没有发现 我就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 就是让学生跟着 就不是跟着我 他念读 但是因为刚才 我们的圣阳熊从头到尾 还是没有开麦克风 但是如果他麦克风开着 让他直接对着画面念 砰就可以 画面一样进来 你们觉得现在的练习 真的是很有趣很方便 我跟我们自己学中文的学生说 如果电脑都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哎呀我们要听得懂 就距离可能更远一点点 来各位师长 您可以自己自由自在的 按这一颗麦克风 自己自由自在 自己简单的练习一下 当然在座很多老师 是外语背景的 您也可以直接点选这个齿轮 您在齿轮上面可以选择各种语系 我先不讲话 这里给各位师长 我看看 这种练习 我猜三分钟应该绰绰有余 给各位三分钟的时间玩玩看 这个真的是现在说话练习 很好玩的地方 那我先不讲话 大家试试看 文早外语大学 文早外语大学 您也可以 对不起 刚刚那是哪一位老师的声音 我看一下 如果您想 我知道您想试试看 是在自己的电脑上是 对不对 我在这边只看得到98033 的麦克风是开着 看不到哪位市长 刚刚那么甜美的声音是哪一位老师 有有听得到您的声音 我听得到笑 然后笑完之后 你去把麦克风关掉了 我是盛阳 太好了 你终于来了 OK 你看哦 现在各位市长都可以听到盛阳的声音 对不对 盛阳就 讲两句话说明一下 为什么麦克风这么晚开吧 因为我用虚拟音效 然后呢 然后麦克风是要切换 OK 所以你看 好好谢谢 感谢您的帮忙 所以您看哦 刚才这个盛阳 盛阳松说啊 因为我是用虚拟音响 然后他抓到的是影响 这个这边就可以看得出来 他的那个生母育母的这个发音的问题 我如果就可以说 你看影响跟音响 来你再念一次 好那我就再把麦克风打开 让我们再看看这个系统能不能听得出来 好 例如说 这时候我就可以给例句啊 我就可以做什么样的动作 我相信 以语言教学 各位市长比我专业太多了 好那我们在课堂上就用这样的方式 刚好盛阳松也做了一个示范 对不对 好所以 呃同音字的发音 或者是这种 育母上面有一点点差异啊 N跟N的差异 这是我们就多几个词汇 可以让学生多说多练习 用这种数位的方式 啊 这个 现在说 真的很有趣 你说吧 好 谢谢各位老师 刚刚玩的很愉快 来你如果你玩的不亦乐乎 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在聊天室打个六 谢谢各位老师 让我知道一下 好那 以后啊 以后啊 像我们这个课 我把我整个流程再跟各位市长顺一次啊 像我们自己的课 就会直接把学 让学生听的文章 啊 贴到这上面 透过这个 透过简 透过简式的沉浸式阅读程式 發音 让学生听 那当然 呃以滑 以印华系对于学生 或对我们自己的要求 我不会每一次都用沉浸式阅读程式 这个是让学生回去之后自己按的 在教室里面有老师 当然是以老师为主 那接下来 老师念完 老师讲完 我要让学生练习的时候呢 我就会用刚才的方法 线上的学生 请他打开麦克风 我这边呢 也直接打开麦克风的录音 你可以看到 他就可以一边讲 我也可以一边收得到 对不对 那如果是教室的学生 我就会直接 用我的麦克风 好像这边我有一支麦克风 我就可以督给学生 然后督到学生的这个脸 就是督到学生的嘴前 或让学生直接传 做这样的练习 所以这个是现在 运用这种数位工具 可以达到 就是以前在课堂上面 老师要直接当面揪音 现在呢 除了揪音这个动作之外 还包含汉字的电器 就是胖就直接出来 然后这个是说的部分 好再来谢谢各位老师 好那我们再往下看 你看像是读 这个读很有趣 我等一下再直接用各种APP 来跟各位说明 好像以前的读 如果要做到computation 读基本上就是字词的理解 从最初阶的字词理解 到后面还有句子跟篇章的整个理解 就是各式各样reading这件事情 以前字典 对不对 语法典 可是现在呢 我跟你讲 手机啊强的不得了 这边先跳过等待再来说 好再来 你会看到像写跟打字 这个呢 嗯 现在真的以人工智慧来说 我刚刚说的就是电写 不管是打字也好 或者刚才各位看到我可以用说的方式 或者我连说都不要了 我直接用OCR 而且现在OCR跟以前的OCR不太一样 像在座各位老师可能都曾经用过什么 单清中文辨识器 就是我们 我们小时候用的这些工具有没有 可是现在呢 我直接用手机 让手机直接读 这个都是现在弱人工智慧可以做的 一个一个例子 好来跟各位报告 你看哦 例如说 我把NNI 好在沟通 这个我们如果从那个 呃 5C来看的话 5C里面第一个 communication 就是 音源课 最简单的三种模式 应该说 呃在沟通里面三种模式 我把它拆开来了 那这三种模式 第一个就理解诠释 理解诠释需要的能力 他需要的基本能力 我相信各位市长也很清楚 他需要的是看 他需要的是听 对不对 如果要让学生看懂 我们听得懂 他就不用再透过字眼查查询了 那现在看懂 我们听得懂不用透过字眼查询了 太多东西可以玩了 一个一个跟各位市长报告 你看哦 例如说Google Lens 例如说Apple Translate 例如说拍照的选图式子 很基本的几个问题 几个东西 简单的跟各位报告 好你看 现在我们就可能用得到平板电脑 在平板电脑的课程 如果我们的课啊 在平板电脑上 上 以后 不是以后啊 就是我把我现在的课程的整个模式啊 跟各位市长做很完整很完整的报告哦 等我一下哦 我把我的画面 传上来 刚才改了密码 所以 要重新登录 稍微等我一下 然后我的中原大学在哪里啊 找到了 找到了 找到 好 等我一下哦 我先找一下我的投影片 好 太棒了 我先把我的投影片打开 然后呢 把我的画面 丢到电脑上 稍微等我一下啊 不好意思 我先把我的画面 传出来 好像 现在的语言课啊 如果搭配平板电脑 他的 上课的效果 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怎么个不太一样法呢 我做一次给各位看哦 跟各位市长 简单的报告 19390 我怎么没有找到 等一下哦 他的网路好像不同的网路 哎呀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就是上网的技术不好 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刚才来的太太匆忙 很多设定没有先设定好 导致于现在想要跟各位报告啊 跟各位分享 然后很多东西要重新设定 来 我现在啊 先把我的投影 不是投影片 先把我的这个平板电脑画面呈现出来 所以各位市长 现在看到说平板电脑的画面 我就可以很自由自在的先离开我位置 这样子两边这样看 大家看得比较清楚一些 例如说我刚才说的啊 跟各位要报告的地方是 这个所谓的三种模式的应用 例如说 Google Lens 或Apple Translate 现在做理解诠释 多强 先看拍照 试图悬置好了 以语言课来说 大部分的同学可能都会偷偷的下载这个东西 叫做memorize 各位市长 如果你现在手上iPhone 或者你现在手上iPad的话 可以直接到App Store去下载这个memorize这个App 那当然如果你用的是Android 等一下我Android也会再示范 我现在先试一下iPad 我们来看一下现在东西的效果 强的不得了 真的不可思议啊 怎么个不可思议法呢 M-E-M-R-I-S-E 如果我要拍东西 然后让他去做一些基本的词汇翻译 已经不像是过去 我要先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 然后再去翻字典 现在直接看图就知道了 什么叫做看图就知道了呢 来 好了 你看哦 在App Store 可以找到memorize这个App 以后啊 我的课可以是这样子玩的 我想要知道这是什么 然后呢 我就可以看到 这叫水壶 这叫奶锅 这是什么 拍起来好像不太像 像吉他 像杯子 所以我就可以在这边听到他的声音 对不对 所以如果说啊 这个东西 里面有个键盘 对不对 然后他就可以听到这个东西叫做键盘 各位 因为我现在用无线传输 然后再加上线上 所以你听到声音会有点点杂音 那是对的 那如果今天我要学的是西班牙语 我就可以直接用这样的方式 让他去做到各种不同的发音 所以在memorize这样的App上面 我再点一下哦 这个App我只要这样打开 打开了之后呢 现在在他本身啊 有一颗按钮叫做探索 就只要下来这个App 这个App是免费的 那只要选这个探索这个 这一颗按钮 如果今天我想要知道什么东西的 什么东西的这个词汇 我就可以直接说啊 假设我这边一本书 我就可以直接拿这一本书 然后呢 用探索这颗按钮 直接拍他 他会告诉我 这个东西叫做书 如果我想要知道书的西班牙文 我如果想要知道书的德文 我如果想要知道书的意大利语 有没有 所以就可以透过这样子的方式 很简单的去扫描各种物件 这个在目前的App上面 真的是很可怕 真的真的说很可怕 太多太多东西可以玩 可以吧 这个是现在这样子的工具可以做的事情 好 对啊 真的是随身翻译啊 而且 如果您用的是iPhone 好下载iPhone Android都可以 好就是找到Android就好了 好就是在这里 好去找这颗按钮 不是找这个按钮 去找这个App 好在Android的App 那个Google Play 好或者是在那个App Store上面 好如果您用iPhone iPad在App Store上面找Memorize 好这样子免费的工具 真的就是随身的物件翻译机 物体翻译机 好非常非常的方便 你看成功 不要讲 对了这个真的是成功智慧一部分 这种物体的辨识 然后呢各种翻译 就是方便的不得了 那对我们在课堂上来说 除了这样子的东西之外呢 你看哦 我既然现在用的是Apple的机器 我在跟各位市长报告 好像是Apple的Translate 它可以怎么帮助学生理解 帮助学生会呢 来 几个很大的重点 第一个重点是 如果您的 各位可以去看一下自己的社会 手机或平板电脑 是不是iOS这个版本 我把我的版本的画面放大一点点 只要您升级到iOS15以上 在您的手机基本上就会有 它就是一个很强的理解诠释工具 什么叫很强理解诠释工具呢 来 你看哦 如果你不确定自己的App是什么版本 sorry 不确定自己的iPhone iPad是什么版本的话 请您直接选一般软体更新 通常我看很多老师这边软体更新 都会有一个意义 就是不敢更新 没有关系 就有努力 就勇敢的放心去更新吧 因为这个东西好跟坏啊 是软体公司 硬体公司负责的 不是我们负责 就是就更新吧 我的习惯就是一直更新 一直更新 就是更新到最新版 你看哦 更新到最新版有什么样的好处 有什么样的优点呢 以后如果我想要知道 不会是让我桌面上一本书 那这一本书呢 上面不是有一大堆文字吗 现在的光是相机 光是相机 我现在打开相机之后呢 然后这边有点反光啊 我把我把这个拿起来好了 国际学校迷之后反光我先拿起来 例如说我想要知道 刘又彤说的 人生很长 世界很大 未来无限可能 你看哦 这是相机哦 我直接用相机啊 去拍这里的中文字 直接点开这张照片 你看到的会是什么 来各位你看一下我的动作 你看一下我的动作 这是相片哦 这个相片我就可以直接去选上面的文字 有发现我的动作 我直接选上面文字 对不起这个动作好像 这个画面上看不到 我看看能不能让大家更清楚的看到这个画面 我去调一下 调一下那个设定 对不起 我把我把它编辑打开 稍等我一下 好 好 这样子的编辑打开 对不起编辑打开 你就看不到这个动作了 但是没关系 我先这样做 大家也可以自己跟着我做一次 拿着你的手机去拍这张照片 拍了这张照片之后等一下 我把我知道我可以怎么做 好 我把那个webcam的追焦先关掉 这样我想让各位老师看得更清楚我的动作 稍微等我一下 今天没有带食物投影机来 比较可惜 如果带着食物投影机来的话 就不用在那边切切换换 只是食物投影机直接投就好 你看哦 来 例如说 这样子大家可以看得到吧 这是刚才我拍的一张照片 那这张照片我拍完了之后呢 这里叫人生很长世界很大 我可以直接这样选起来 你有没有发现 照片上面的文字啊 现在这个是印刷字 现在手写字也可以 我可以让他翻译 所以现在翻译就出现了 他会告诉你 Life is very long and the world is very big in the end there is 然后我还可以直接播放 然后呢我也可以把拷贝翻译下来 或者是我也可以 像刚刚这段文字我这个人生很长 世界很大我选起来对不对 我也可以让他朗读出来 人生很长 世界很大 莫来有无限私能 我们常只看到当下的 对不起那个声音 听起来不是很好 但是 我尽力了 如果要让他很好 我要重新开机 各位可以试试看 在您的iPhone上面做这个动作 手写文字也好 或者是当然印刷字的效果会更好 大家可以直接这样试试看 拍了照片之后 毫不客气的 直接在照片上面的文字 直接点下去 他就可以选择了 就可以复制 好 各位可以试试看 如果你用iPhone的话 这个试过 好像真的可以 没问题的话 聊天室打个 谢谢蔡老师 就是打个OK 好不好 看起来表示是没有问题 就是这个真的是现在的科技 对于我们很方便很方便的地方 那我知道有些人说 哦等等 你只用iPhone 可是等一下我先确定一下 您的手机跟平板电脑是iOS的 请您打个i 好吧 在聊天室上打个i 那如果您很喜欢用Android的 请您打个a Android就是那个Android 哈哈哈 好 谢谢各位老师 你看哦果然Android很多 实在是太棒了 那我们把 啊 我们把 我直接也示范一下Android的做法 我把我的Android的画面呢 也投影出来 各位稍微等我一下下 我把整个到底现在这些东西对我们对于我们的好处是什么 完整的跟各位市长报告 你看哦 在画面的左边等一下我先把画面先送出去 啊 在各位画面的左边啊 是iOS 也就是用拍照就可以了啊 那如果您用的是Android的系统呢 坦白讲现在Android真的是强的不得了啊 如果你去找啊 这种东西啊 叫做哎等我一下啊 我应该直接开这个好了啊 有一个东西啊叫做Google的Lens 就是Google的智慧镜头 是Android上面的工具 那这个Google智慧镜头可以做什么呢 可以啊 在Android上面可以找到Google智慧镜头 那这个Google智慧镜头这个App 我只要选择开启 你看哦 以后啊任何的东西任何的资料 我可以直接用相机搜寻 他会问你只要我选相机搜寻 这个又反光 忍不住把书腰装好 爱书的人都会不喜欢把书弄得乱七八糟 这个东西我只要啪啦 然后按按快 说他是文字好了啊 我直接让他用文字去转译 各位能发现Google Lens 这个画面 我的iPhone iPad在左边 但是各位画面可以看到右边 他一样啊上面的声音 我一样可以开聆听 从这本书上许多孩子分享的学习例 我一样可以开聆听 我一样可以全选这些文字 所以任何的文字 现在我可以听得到 我可以直接选 我可以直接选择Google的翻译 请问一下现在要字典 当然字典还是很重要 但是如果就便利性来说 像是Google的智慧镜头呢 他还可以帮我们找到 今天我想要知道 我用了这个工具 我用搜寻好了 这个东西啊 他是一个 有没有 麦克风 所以他就可以直接帮我 打开麦克风 所以他就可以直接帮我找到这种东西 他是 原不是原件 就是他原来是什么东西 然后呢我又可以在哪里买得到 然后所有的工具的这种基本的运用 就是拍图 或者拍文字或者做翻译 现在在AI的运用上面 是不是很可怕 我只能说真的是可怕的不得了 现在这种东西真的是方便 ok 所以来我先把我的画面先切掉 ok 好 好 可以好 来这个是在i 不是iOS 好这是在Android上面 好所以大家可以去找 Google的智慧镜头 找到时候一打开 找图啦 图片还可以帮你翻译成文字 文字当然可以帮你翻译成文字 文字还可以帮你念出来 文字还可以帮你再翻译 然后Google Apple 现在通通都有 好所以以后在教学 对 LINE上面很棒 但是因为LINE他就简线 因为LINE 好那我刚才讲的 这两个东西呢都是在做作业系统里面 好这是作业系统层级的工具 会比LINE更方便 好因为他的文字都可以直接选起来 都可以另外存 好各位市场可以自己去玩一玩 好玩过了之后你会发现了 LINE中文而已 好然后呢现在这两个手写文字之外呢 好当然 也就是以 如果是以罗马文字的外文 对他来说 那个处理起来简直就轻而易举 连中文都可以处理 其他东西对他来说更不是问题 好这个是 系统层级的AI 好所以从 这里 这真的讲不完 这个现在的工具啊 又强又多又宽又方便 我再把画面再拉过来 然后我发现这个是 我讲了半天呢 我只讲到什么 我只讲到这个拍照师图选字 好所以Google Lens也可以这样做 然后呢还有一件事情啊 如果您的iOS升级到15了之后呢 现在理解全是还可以透过Apple Translate 好真的是更方便一点点 那我把这个东西讲完之后呢 各位其实您就会发现了 以后的课堂设计 以后的活动设计 我们还可以搭配这些东西做到 完全不一样的活动 好让学生去玩 让学生去参与 让学生去交流 让学生去互动 好所以基本的翻译 如果是今天讲中文的话 会不会发现 我现在开的是这个哦 这个叫做Google Apple的翻译 只要您升级到iOS15 它自动送你的这个工具 这个工具 很多老师 敌死不愿意打开它 像我们教语言的都有基本的自尊吗 这个自尊就是我绝对不靠这些东西 但是我会建议大家看一下 到底这些东西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 我们可以怎么去 就是我们即便我们不用啊 你的学生都会用啊 简单来说就是这样啊 所以你看哦 这里 各位老师再忍耐一下 我们快下课了 各位老师再忍耐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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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快下课了 OK好 所以我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 简单的用文字去转 就是啊 sorry 用语音去转嘛 所以你的语音可以是中文 你的语音可以是英文 你可以去调整 那最重要的是啊 在现在各家的AI 都想要解决这个事情 我今天只是先示范Apple 其实除了Apple家之外 Microsoft家做了更久 你可以在Microsoft自己 他的网站上找到bin 有个叫bin translate 早就做了对话这件事情 那bin translate 跟那个Google translate 这件事情他都做了 那那以Apple的对话 他的效果是什么 他的效果是这样 他有个叫做面对面的显示方式 也就是呢 我刚刚按的太快了 不管我没有iPhone 不管我用iPad 我只要这样选了 第一个我只要选了对话 然后呢 第二个我选了面对面 你看哦 现在的年轻人啊 他们在跨文化沟通的时候 拿起手机可以做到多 嗯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趣啊 但是就是跟以前不一样 啊 我只要这样面对面 有没有 我们两个人拿着手机 你看头还可以靠在一块 那真的夜店都烂了 我在讲什么 啊 然后呢 我就可以说啊 像我这一端 我讲的是中文 哈 你好吗 How are you 哈 I'm fine Thank you And you And fine Thank you 哎呦我在讲 哎呦我的英文其实还不错 他怎么就抓得这么差呢 哈 所以表示我现在没有把它翻过来 没有在对话什么 And you 冲油 他在讲什么哈 所以如果我的对话是这样子拉的话 两边就可以面对面 一边讲中文一边讲英文好 这个是在Apple上面可以做的 那当然呢 有一个大家都很不喜欢的App 叫做Google翻译 早就都做好了 而且Google翻译的App 我们需要知道的事情是 它一样有相机 好这件事情很重要 就是它可以打开相机之后呢 直接做到文字的转译 所以如果不管是课本啦 不管是讲义啦 或者是路边的宣传单 或者是菜单上面有的任何文字 一拍 就可以全转 这个是现在在理解诠释方面 我们每个老师大概都需要知道的一些 系统端的App 可以吧 这个我相信各位市长这里应该没有问题 好接下来我还有五分钟的时间 我赶快趁这五分钟在下课之前 赶快要表达演示跟各位报告 那在表达演示这边呢 你看如果就 AP的对那个 这个表达演示是presentational 他需要的skills 他告诉我们能说能写 能够清楚表达 所以刚才我们花了一点点时间 跟各位报告Microsoft and Edge 我们刚才花了一点点时间 跟各位市长报告了 Immersive Reader 现在如果说 然后要让他转成声音 已经不是什么太难的事情 所以这个在AI上面大概 问题也都不是太大了 好然后呢在Microsoft的那个叫什么 Office里面 现在detection Office 365的线上版也是没有问题 不只是Office 365的线上版没有问题 现在的detection 我刚按了保留 这个没关系 不只是Office 365没有问题 你看我现在插入一个新的投影片 我们现在的做法是什么呢 如果今天我要做一个对话 例如说我要做一个 我看一下我先选择繁体字好了 不对我先选择繁体的拼音好了 现在假设是跟中午吃饭有关的对话 那我如果在这边今天中午吃什么 好我如果在这边有一个今天中午吃什么对话 你看哦像以前我们在课堂上 如果就是我想说肚子有点饿了想吃点东西 糟糕 我用到我刚切换到简体字 好了没关系 什么字都好 都好 大家交语言都没有问题 然后接下来我的B 我如果A说肚子有点饿了想吃 有点饿了想吃点东西 接下来呢 可我们发现我刚从头到尾我都没有打到字 我只要问学生 当我说肚子有点饿了 不对学生现在在这边 我肚子有点饿了想吃点东西 你要怎么说 这个时候呢我就可以说 我也饿了 把发球权交回对方 老师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你看哦在用平板电脑的时代 而且不管是Android也好 不管是IOS也好 我就可以啊 假设教室有学生 我就可以直接把按着麦克风 就是点一下之后 麦克风读给学生 让他直接说 好那这样就变成是一种 又说 然后呢 你会发现字也进来了 又说又打 我大概还可以 通常在课堂上练习 这里一定都有错 所以这个见血就会包含文字的修改 所以你会发现presentational skills 它会出现除了说之外 连typing也进来了 所以说跟写 两个直接解决掉 就不像以前 这种也不像不像以前 就是以前就是说 然后单独收写嘛 可是我现在可以一次说写 全部解决 回到刚才的投影片这边讲到的 有没有发现啊 我能说同时写 就可以做到清楚表达这件事情 这个是现在在平板电脑上 Dictation可以很方便做到的 所以你看我再说一遍 我的教学设计非常非常的简单 我会在我的教材里面 投影片直接丢出来之后 像我刚才做的动作叫新增投影片 就这样 新增了投影片之后呢 就是今天的动作是什么 开始 画轮就开始胖胖胖胖胖 让学生直接表达 老师要做的事情很简单 走到学生面前 平板电脑读给他 如果现在有学生 我走到 走回我的电脑前面 直接请学生打开麦克风 平板电脑读到麦克风前面 学生也会看到 碰碰碰碰碰碰 就文字直接出现 科技辅助教学 如丝啊 这个现在可能 不是可能 就是在我们的课堂上 已经在 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 所以这个是清楚表达 会做的 那当然 对各位老师 特别是教英文老师 国人们离这个网站 我相信大家也都很熟悉了 好 这节课 不是 这一次的分享 这个单元的分享先到这边 不曉得各位老师有没有问题 有问题可以直接在聊天室打出来 如果没有问题 的话在聊天室打开久 谢谢大家 我先确定一下 好感谢 你看下课时间真的很重要 对不对 好那我们 break一下 这个 时间 一样抓10分钟 好吧 10分钟到了之后呢 我会再用声音跟影像 邀请各位老师回来 进行 最后一个阶段 跟AI 跟这些科技有关的东西 那当然我会留一些时间 好 我们有一个很简单的Q&A 好 谢谢各位老师 好 各位老师 您刚才如果在下课时间 偷滑手机的话 在聊天室打个9 那如果 这真的是 整个下课时间都闭目养神的 闭目养神 打个8 好吧 我们常常说 这种线上课要休息 也就是要让眼睛休息 结果 没有人真的休息 那到底 好 来来来 回来 谢谢大家 果然大家都是久 我自己也是久了 刚一边 一边在下课的过程中 做了超多事情 刚刚最后还接了一个电话 太多太多太多了 好可怕 现在 怎么会有这么多事情 人生 回头过来 除了表达演示之外 当然 当然 现在的课堂 以语言课来说 最重要的 当然是人际互动 这件事情 所以对人际互动来说 这种双向沟通 在最近 特别是在2013年之后 整个Apple的发展 他一直告诉我们 就是使用数位互动 这件事情 好像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刚才我们在分享的过程中 也提到 我可以用翻译工具 所以不管是Bean 不管是Google Translate 或者是Apple 后来也奋发向上 自己丢了一个翻译工具上来 这都是现在我们可以做的事情 那以人际互动来说 在整个课堂上的做法 台湾现在语言教学工具 我相信各位市长一定比我还熟的东西叫买ET 那在买ET跟买CT这样的系统里面 我用我们自己印华系的经验 举个例子 跟各位市长报告 我们叫做MyChinese Tutor 那在买CT这个工具上头 我要求我的学生 或者让我的学生做这个动作 以前先确定一下 您用过买CT的 以外语大学来说 我猜很多老师用过了 在聊天室打个1 如果用过的话 在聊天室打个1 如果这是第一次看到的话 打个0 谢谢各位老师 太棒了 今天很多东西可以讲 你看 谢谢各位老师 我们自己 在我的印华系的课程里面 我因为现在学校的要求 可能是教育部的各种计划 都要求我们要开一些运算思维 要求我们要开一些 就是computation 相关的这种课程 所以我一门课 我带着我的学生 用这一家公司 就是MyET MyCT 它是艾尔科技 它有一个叫MyET Studio 它出了一个可以编辑的软体 那这个软体呢 让学生写一点点程式 你看我们印华系的学生 叫他写程式 拜托他写程式 请他写程式 他都做得到 所以表示不太难 所以我让我们学生做什么 例如说 我以用越南语教中文为例 我们出了一个叫做 越说越六的课程 那这个越说越六的课程呢 就是让我们的学生去编 用越南话的 用越南语简单的教 教简单的中文 那这种课程 我先看课程目录好了 例如说这里问候语啊 这是学生自己编的哦 学生自己录音哦 然后这样子的软体好 就是这样的app 学生大概花五个星期的时间 就是五个星期的课 我们在课堂就是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 大概十个小时 在课堂上一边讲 然后一边指导 一边带 然后让学生去写这个作业 那这个作业做出来之后 好例如说我很漂亮 好例如说这一门课好 对不起您听到的声音 还是有一点点杂音 我听你有一点难过了 但是 没办法我们线上课 忍耐一下好了 例如说我们要教你很漂亮 至少我的声音清楚 漂亮 漂亮 有了 你看他告诉我的分数不好 再一次 漂亮 好 好了 所以他会告诉我的分 帅 他会告诉我的总分 有没有 所以我可以看到我的发音的问题 我看到语调 我可以看到我的总分 所以他用这样子的方法去带着学生 对不起你那个听到的声音不好听 我赶快跳出来 他用这样子的方法 我们就让学生自己编教材 编这种对话的教材 然后让他写一点很简单的程式 去detect 在他的系统里面本来就可以detect 我这个人的发音 跟老师的录音之间的差异性有多大 如果90分非常好 如果是70分 就是所有的response 他可以自己用这种很简单的程式 直接写出来 写完了之后 打包上架 就会变成一包一包的线上教材 一包一包的线上课程 像是这种越南的学生 我让他们做这样的课 那像是台湾的学生 他们可能就是自己去编 这种旅游华语的课 那种旅游华语的课 你看 我如果今天是一个跟交通有关的课 他自己就开始写了 学生自己找一个avatar 欢迎来到 就是他们自己的录音 然后呢 今天他要教这个问路 所以就开始 把这个问路就开始 一个一个来 然后呢 你看到这边 这个最主要的是 透过系统可以去看到 学生的发音语调流利度跟音量 跟老师的spectrum 车站 是不是能够对应 这边是怎样录音不行吗 车站 车 车 有了 所以我念的不好50分 车站 他那个车有拉长 这边是噪音太多 车站 果然他一直说我这边的噪音太多 所以跳出来他会告诉你 你的车跟老师的车 发音差别在哪里 那我就可以自己按到 我听一下他的车 哎 为什么不让我点 听一下他的车 哎不让我点了 点不进 因为我在iPad上面 对不起 所以呢 他会告诉你 这个车是这样发 然后我的发音哪里发错 在整个app里面就用这样子的方式 去detect学生的发音 所以呢 这个是学生的作业 学生的作品 就是作业加作品 那我们自己在语言中心 也让所有来中原大学 学华语中心学中文的学生 就是透过 我们就在他报名了之后 我们会给他一个app 就让他直接去上面下载 这个初学者华语的课程 因为我们不希望 学生进到教室之后呢 从头开始什么都不会 所以我们的做法是什么 例如说 直接从最基本的你好吗开始教 那这里 你就可以看到 这个华语中心的老师 就在这里 对不对 然后呢 欢迎来到我们华语课程 他一直联络 所以 一开始我要告诉他打招呼 你好吗 开始你好啊 所以各种语言 就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 我讲的各种语言是 现在 主要他对比的是老师的发音 所以呢 各种语言 我就可以在这个系统上面 直接写出来 让学生直接回答 让学生直接回应 所以我们用这种方式呢 就可以直接对应回应 用系统去教人机互动 用系统去教双向沟通 这样子的一个教材 或者是就加上一点 人工智慧的教材 在我们华语中心实施了半年 那这半年就是两期 那这两期的期间 看到的效果就是 学生到了华语中心之后 会说 你就是电视上那个 哈哈哈 不是电视啊 就是你就是APP上那个人 所以居然 所以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他自己可以练习 那我们发 我们看到的是 越南学生 他会一直不断 因为手机很方便 就是我们有个越南学生啊 他就是像刚刚的APP 我刚刚点两下 我腻耳不开了 对不对 在上课之前 他每一刻练习了两百多次 每一刻练习两百多次 所以那个口音就是我的口音 很过瘾了 所以现在我们就是做这样子的动作 这个是 来我把这个APP也跟各位市长报告 他叫做my 这里 我把他拉一下 大家都可以在你的手机上 不管是Android 不要看我的动物朋友 没有我的动物朋友的事 就是myct就是中文的 myet是英文的 那在座的市长 如果您觉得说 我想用这样子的工具来教德文 想用这样的工具来教韩文 用这个工具来教日文 用这个工具来西文 您可以直接 跟艾尔科技的业务 或跟艾尔科技那边去联络 你就说 你看到 我们今天在线上的交流 居然中原可以用这个我也要 基本上您就可以 只要您开的是 跟数位 跟语言教学相关的课程 他有一个叫studio 这样子的平台 您就可以直接拿它来教你的学生 跟学生做一个基本的 我们叫做AI时代的教材的发展 像我们让学生做这样的教材 学生很开心的 为什么呢 他总算不用再做纸本的教材 当然还是有很多学生 继续做纸本的教材 反正这个效果 就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就是我们在人际互动上面 使用AI机器人在做的事情 所以简单的跟各位师长 先报告到这个地方 所以以语言教学工具 买ET买CT可以这样做 那除了买ET买CT之外 现在 线上语言教学工具 坦白讲真的越来越多 我先确定 我简单的再跟各位市长 报告一下这个工具 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 叫做Pundit Reader 如果有的话可以在聊天室打个1 如果没有的话在聊天室打个6 有的话按1 没有的话按6 我要跟各位市长报告一下 再 谢谢6 比较多对不对 我要跟市长报告 在我们华语教学 现在的发展 是怎么玩怎么做的 例如说 这个网站 我先讲一下前提 我先讲一下前身 这个先看一下 这个好了 例如说这个网站 对不起 你现在看不到我知道 我要先准备好再拉过来 我的第一份工作 是在国立台湾师班大学的 那个国语教学中心 那那个时候呢 看到华侧卫啊 在做华语巴仙词的这个比对 然后看一看觉得好累哦 那时候广告上啊 都在讲什么 然后我们的词类的分级 是让所有的工读生 就是在那边画画画 就是翻那个8000词的词表 然后在那边一个一个字一个字画 一个词一个字画 有点有点辛苦 所以后来呢 我就跟我们主任说 哎主任 不然这样好了 我写个写一个系统 好我们跟华侧会一起合作 就是以后华侧会不用那么累 好我们做什么系统呢 我们系统这个样子 例如 我们现在的系统可以让老师直接分词 好也就是呢 一整篇文章丢进去之后 马上可以看到这篇文章的词汇 在华语词汇 应该说华侧汇里面 好这些词分别是哪些等级 好例如这个样子 好我就一篇文章丢进去之后 对不对 当年 这个是我在 20 2008 2009的时候的事情 好那时候就做了这样的东西 好一篇文章 怕丢进去之后呢 直接 好就是写了一个很简单的程序 对去对照了 好去做一个分 一个分词的动作 那这个分词呢 我们当然优先是 他的比较题最高是华侧汇 所有的词汇的分级 然后呢 我们也把教育部的语料 那个时候从84年到87年 所有语料也都倒进去 就做一个非常简单 然后让老师们可以直接知道 他的词啊 例如说我们在Talkable是什么等级 然后呢 好像可以是什么等级啊 然后呢 就是这些 哪些词是超纲的词呢 例如说测验的测 例如说整理的词 然后这些根本就不会考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不要出现在测验上面 不要出现在教材上面 这个是 当年我在四大国语中 写的系统 那写完了之后 我发现很多华语系所的学生 应该特别是华语所的学生 在做研究的时候 大概都会用到这个系统 做分词 可是那毕竟也是十几年前的事情 那后来呢 当然啦 做人工智慧 或者我们我不敢说做人工智慧 我只敢说我们做语料 做语料 发展特别是跟产业结合比较多的 我不甘于此啊 所以后来我们又做了这个东西 来 这个就直接跟产业结合了 好那我们就做了一个叫Pundi 那这个Pundi reader做什么动作呢 来各位师长很简单的看一下 在华语教学 英语我们也会做 好现在华语教学先做 我举个例子啊 我们看看今天的今天的新闻 今天的新闻啊 火警 好来 好 例如说 这个有个新淘电厂火警 怎么今天这么多问题 好 这个没有多少字 好了 没关系 至少就算了 例如说 我有这一段文章 对不对 以现在我们教华语的来说 我希望我的老师啊 可以直接找到网路上任何 任何的主题 这个主题 我希望他在十秒钟之内 就变成一段 可以拿来教学的教材 你看 在座各位师长都是专业的 这个教材 如果我要把这段文章变成教材 我当然要先剔除掉 剔除掉 比较难的字词 对不对 要剔除掉超纲字词 我当然要加上 以中文课来说 我当然要加上拼音 我当然要找到他的语发点 我当然要找到 每一个字的解释说明 我当然要找到 每一个字词的例句 好 既然我们在玩数据 我们就怎么做呢 我直接啊 来各位你看 我们看结果 这段文章我复制下来 我到他 不是 到潘里的上面 我说 我想要建立一个文章 建立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 例如说 哎呀 例如说 这个 这个 电厂火警 好 例如说我就直接用电厂火警 好吧 这个是标题我自己上 然后呢 把文章直接贴进去 这个 现在既然讲 AI它当然自动分 自动分段了 然后分完了之后 我要是凡理来简体 因为以华语来说简体 好像还是受众会多一点 所以它可以自己转 要不要拼我直接开 这样选完 确认完了之后呢 我直接选择下一页 这个时候 他已经在背后捞这些词了 他会从AP的考试里面去看到说 这些词会比较多的好像火警 好吧 勉强跟Daily Lab有关 他已经抓到这关键字词了 然后呢 现在这种字词看起来跟全球性挑战有点关系 我自己选好自己做过了之后 你看哦 现在对华语老师在做教材 他的做法是这个样子 经过了十秒钟 我的十秒钟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假设时间到了 然后呢 我看一下我的等级 我的等级是HSK不行 我是台湾人 我一定要选择台湾的TACFO 确定储存了之后呢 他会告诉我啊 就是他 今天处理也比较久一点 他会告诉我 我的这篇文章是哪一个等级 但是我不管了 我要先点进去 所以你看哦 他告诉我这篇文章 只有TACFO的Pre-A1 为什么呢 来往下拉 你看现在华语老师幸不幸福 我可以立刻知道 根据星陶官网 星陶成立于这个未响应政府能源 我想要知道什么叫做未 直接点进去 他会告诉你啊 这个未啊 还有一些相关的 相关的这个 我可以为您叫一辆 我可以看到例句 我可以看到不同等级例句 我可以看到它的意思 我可以看到在我的系统里面 为他们为金额为好公司 就是各种不同等级词观点 各种不同等级词观点 我可以看到这个字的部首 如果这个字的部首是火部 或者我看哪个字有围 好像没有 哪个字有上面的这个找 如果有找的话 这么多字里面有 我就用这种方式可以 就是大家一直点一直点 我还要够备课 可能还是要备课 但是至少相关的资料 胖米词全部给你 然后呢 我也可以直接看到这一篇 所有的词表 所以我可以有字表 我可以有词表 我可以直接有翻译 我可以有拼音 然后我可以有 就是里面的练习 它可以直接自动化 加好了 这个是现在华语界 就是我们在做自动化的教材 好就直接使用这样子的工具就可以了 那你看哦 以我们当然这个东西自己做 华语中心自己要用 我们现在华语中心 现在上课怎么上呢 就像我现在这个样子 我可以直接把文章丢进去了之后 我跟科技师长报告一下 我们华语中心的教材的做法 例如说我们华语中心的教材 我把它放在这里 这里 点错了 例如说 你最喜欢哪个季节 这是我们自己做的教材 那我们就在这上面自己做教材 然后呢 我们在上面自己录音 这个都是学生 老师的声音 然后呢 我们自己也把自己的声音也录进去 对不对 好 所以我想要知道 什么叫昨天 胖就直接点进来 然后呢 在上课的时候 我们老师现在也不太做投影片 那为什么 因为电子白板直接拉大 好 来小山越美说 现在为什么在下雨 来 现在 现在什么意思 我直接 用这样子的方法 直接点进 现在 胖 相关的词 就出来了 例句就出来了 然后呢 我也可以 就直接 告诉学生 这个词很重要 要出现便利有点高啊 让学生直接造句 好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在 就是写教材 现在变得非常快啊 这个是当AI加入课程 可以做的事情 来 先到这里 好 不晓得各位师长 对于我的介绍啊 有没有什么样子的问题 有没有发现 很多耶 好 这个弱人工智慧 好 可以发展的事情 多得不得了 好 所以在我们印华系 现在的 那个叫什么 专题 好 就是大四的专 大三中大四的专题 现在越来越多的学生 开始在尝试 使用这种弱人工智慧 会发展它的教材 OK 来 没有问题的话 可不可以在聊天室打个铃 谢谢大家 还是现在已经不知道在哪里了 哈哈哈 没关系 我一定会 有什么问题 就是待会大家可以提 我们就可以多聊一聊 多聊一聊 好 所以你看哦 如果啊 大家对数位工具 越熟悉的话 其实真的就越多策略 可以在课堂上导入 那特别是这件事情 特别是 哎 我没有把这个 特别是这件事情 每一种啊 都是教学时间就是机会 好 所以不管是 我刚才示范的 用平板电脑 用手机 用大屏 用电子白板 用电脑 好 用这种网页的工具 其实 哪一种策略 好 或者每一种工具 适度的融入之后呢 有很多好玩的东西 可以直接发生 好 可以直接用 好你看哦 我们稍微整理一下 啊 就我刚才跟各位市长报告提到的 好 就是各种功能 有没有发现啊 这种应用层面 好 我换一个比较粗一点的笔 这种应用层面变得非常非常的广 好 例如说什么呢 哎 触控性 可操作性 好 像以中文 中文图像文字 很多时候学生在看 那就是这个字太小 看不清楚 可是你看啊 不管是我在 电脑上 投影 那个iPad上面 我就可以用两根轴轴放大嘛 对不对 或者是刚才各位市长也看到很多次了 啊 我在大屏上面 在播放投影片 在播放教材的时候 我一样可以放大 那另外呢 像 刚才 傅先生有提到 在跟Sony之后的合作 我可能 或者各位老师 可能会开始 加入这种电子白板的 运用 好 所以这种电子白板的运用 你就可以 那种可触控性 可操作性 真的变得更多了 好 例如说 我写个my好了 我也可以直接把这些 不管是alphabet 或者是如果是汉字的部件 我就可以自己自由自在拉拉来拉去 做各式各样教学上的运用 我可以请学生从位置上到电子白板上 如果是线上呢 好 买viewboard classroom 也可以让学生自己在线上直接操作 这个都是 现在 嗯 加上科技 可能可以做的事情 再来呢 各种及时问答 对不对 例如我刚才 透过slido 问问题 大家可以回答 聊天室 现在没有什么问题 那各种视觉 我 该放大就可以放大 然后呢 各种的变化 对不对 好 所以像加上这些工具之后 你会发现 哎 我好像 笔就回来了 对不对 好像我就可以让学生 他的focus 更清楚的放在眼睛的正前方 那如果啊 对视讯 资讯科技啊 稍微再更熟悉一点 更熟悉一点的话 我们还可以做到什么样子的动作呢 例如说 我现在再换一颗camera 好那这颗camera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例如说 您现在在画面上可以看到我自己 像您回到我的大头 各位市长 您现在看我的大头 就会变成什么 我可以变成这种 可以 可以被操控的 我自己可以 对我自己这样子拉来拉去 然后呢 我可以放在中间 我可以在我的大头上面 加上我自己的投影片 或者加上什么样子的动作啊 这都是现在的课堂 可以做到的事情 所以我希望自己有个源头 我希望自己有一个 例如说 我想要把自己变成帮头 然后呢 把我自己的位置 就是拉来拉去 那当然后面 你看到那个国旗的动画 我也可以把它变成我投影片 这种工具 或者是这样子的效果 坦白讲 也真的是越来越多 所以各位市长 如果您对于这种可变性 有兴趣的话 这都还可以值得研究的事情 就是不只是把投影片 放到这个画面上 就是不只是把投影片 用桌面分享的方式 让大家看到 我也可以直接改我的webcam 好可以改我的talking head 然后再来呢 好各种的图片 好特别是我们教语言课程 有很多抽象概念啊 好那就是我就可以用图片嘛 这时候呢 我就可以用影片 好就可以做到这种高度还原的动作 那你也可以发现了 其实我猜刚才的过程中 各位市长也看到了 我打字的机会变得很很少 好我基本上 现在在我的课堂上不太打字 好那为什么不太打字呢 因为文字跟语音相互转换更快了 好我所谓的不太打字是这件事情 你看哦大家可以再看一次我的动作 我的做法 这个做法 我蛮就是蛮强烈推荐各位市长可以试试看 举个例子 例如说 我们在投影片上好了 例如说这个是投影片嘛 然后呢我把投影片先打开 弄个新的 你看哦 以我现在 或者是以我们现在的课堂 可以做到的动作是 在投影片上面 我如果按windows加H这个按钮 各位亲爱的老师大家好 我们快要进入Q&A的环节了 请各位准备好问题 你有没有发现我做的动作是什么 我只是按了我键盘上的windows 我现在是windows11 所以我用了键盘上windows这颗按钮 再加上H 我不太确定大家升级windows11了没有 我会建议大家就升级吧 如果你的电脑是可以升级的 赶快升级为什么 因为对语言课程来说 我以后再也不用回到键盘上面打字了 很多时候呢 我的麦克风接上我的电脑 就是麦克风接上我的电脑 我如果需要打字 需要做什么很长很长的这种输入 windows加H 你啪啪一按就可以直接输入文字 这个是现在在课堂上很方便的地方 真的真的是非常非常方便 所以如果您可以搭配像是刚才我提到的 那个语音就是这件事情 语音加文字相互转换 搜寻资料更方便了嘛 对我们今天也提到用fine的app 甚至用相机本人 就可以直接把文字pong全部选起来 那当然我们今天的做法 这个太多了 这个我们太习惯了 就不用特别多说 所以这是现在数位可以做的事情 所以您看哦 新常态的时代 新常态也就是后疫情 也就是现在啦 语言教师的数位能力啊 包含什么呢 你必须了解前面讲了这么多点 对不对 这个每一点 在像我现在因为在陪伴 那个我们的桃园区的特教老师 跟那个英语老师跟国语老师 像这些事情 我们每一点都是讲三个小时 就是这些东西可以怎么做 可以怎么做 可以怎么做 就带着老师妹一起去看 所以你只要熟悉这些东西之后呢 以后啊多媒体就进来了 声光就进来了 触控就进来了 就更多练习能力 所以讲到现在 你会发现最容易被忽略的工具 真的就是这一支笔 或者是这一支笔 或者就是这一支笔 对吧 就是一定要一根手指头 可以上面直接注迹 因为就注迹这件事情看到的 学生至少在专注力上面 会稍微高一些 然后呢我们可以 就是只要有些人 突然间不少年讲了 有说我在讲笔啦 有没有就是这样画 这样一写 大家会很清楚的知道 你在做什么动作 这个是我们现在可能需要准备的一些能力 那这些能力当然包含手写 所以以语言课来说 如果可以的话就是加上手写 你看我就可以改作业啦 我们现在以语言中心的课 我们让学生在class kick上面交作业 所有老师用手写板 直接在上面改 直接在上面写 然后如果有什么地方 需要讲得更清楚的 就在class kick这个东西 A-S-S-K-I-C-K 我们让老师直接在这边出作业 然后让学生在上面交作业 所以他可以用手改 他可以用录音的方式 他可以用画剂的方式 再把作业返回给学生 这个对 这等于就是现在新的工具 更方便的地方 有个APP 我直接也跟各位师长报告一下 在iPad上面 可以直接找到class kick这个APP 那如果您在那个 那叫什么 网页上面 也可以直接找到class kick这个网页 就在这个网页上面 出作业交作业 做各式各样的回复 真的是方便的不得了 就是加上手写的效果 会非常非常的好 然后再来 除了class kick 这样子的工具 可以导入之外 对我们现在的课 多萤幕 例如说像我现在 我有两款 不对 再加上平板电脑的话 我至少看到三块萤幕 也就是我后面一块电子白板 我的正前方是Google meet的聊天室 就是Google meet的画面 还有各位老师的脸 但是因为今天没有人开镜头 我会算 然后呢 右边是聊天室 所以我眼睛前面就可以看到 所有我应该回复的讯息 再来 就是各种iPad或Android的运用 就是现在老师们 在课堂上 可能需要具备的简单的硬体的能力 那当然除了硬体能力之外 各种互动技巧 我相信在很多研习 大家都已经就是做过各种练习 就是点名 什么时候点名 什么时候分组 什么时候问答 什么时候做IRS的导入 什么时候去让学生回复 什么时候给奖励等等 都很重要 那当然了 我自己觉得这件事情 还是需要有一点点简单的练习 那资讯焦虑这件事情 总之常用就好了 像今天盛阳谈论 我说你在哪里 怎么还没有开 我说对不起我被塞在车阵里面 我很努力的 那我一到 一进办公室 就是电脑一打开 就马上开 中间加上这些设备的架设 大概就是 大家也都看我刚刚一边在弄 对不对 如果早一点进来老师 所以中间设备的架设 我大概就花到三到五分钟 所以当你熟悉之后 其实这个也不是什么太难的事情 这个都是我们现在需要准备的东西 所以最后就是心态的部署 跑不掉没有问题 我现在到哪里都跟大家讲 你真的跑不掉了 小学老师中学老师现在很紧张 因为他跑不掉 因为这个教育部 现在的智慧化教学的政策 现在教学精进的这个策略 全部都是强迫中小学的老师 要去融入 要去使用这样的东西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 大概就是这件事情 我还是想要跟教学实际 就计划结合在一块 因为对我们的学生 好像我在课堂上 用了大量的资讯科技 用了大量的设备 没有一个学生觉得有什么了不起 大家觉得 那就应该是这样 都不会 都不会阿Q说你为什么用这些 没有 一个都没有 所以这个是我现在观察到 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所以我们到底怎么使用这样的东西 让学生喜欢 让学生可以真的认真的学 就是我们现在必做的功课 OK 以上报告 15分钟 应该说留个6分钟 好不晓得各位市长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谢谢 美术老师马上就有问题了 美术老师的问题是 有没有在数位手写版跟比 跟老师们共用 有 在我们 因为我自己是华语中心主任 所以我们华语中心 所有的老师手上 都有一块数位手写版 都有一块手写版 那像前一阵子 应该说开学那阵子 不是说要线上课吗 我们当场说要线上课 老师就不来了 因为大家在家里都有手写版 我们就发给老师一人一块 就用 其实就像这样子的方式在上课 那我在华语中心 我也会要求我们老师上课 上线上课的时候 跟我一样 站得上 因为这样比较像是 上课的感觉 也坐着这样开会 所以我们老师是有的 那在教室里面 我跟各位师长报告一下 我们教室里面的样子 好吧 稍微等我一下 我把我的图片 拉到 这里来 等一下 这边是投影片 我先把投影片 缩小一点点 我们的教室是这样子玩的 来 希望这个图片 对美朱老师 是能够交代的 来 这个是我们 我看一下 这是我们印华系的教室 所以我们印华系的教室 所以我们印华系的教室是 老师站在台前 眼睛前面可以看到线上的学生 所以线上的学生 他就在这里 聊天是一样开着 所以我教室的学生 我有线上的学生 这是我眼睛前面看到的投影片 所以我站在讲台前面 我就不用回头过去看我的投影片 所以投影片 线上学生 两边可以直接互动 那我们会有这个 叫什么 追焦摄影 吉他追着老师跑 这是我们现在 线上课的实际上的做法 他同一间教室的另外一个view是 我没有另外一个view 但是没关系 我们看一下这一张好 有没有 好像全部人被关在学校之后 我们就用 全部人被关在家里上课的时候 只有老师一个人在学校 就会这么孤单寂寞了 对着线上学生讲 可以看到镜头很努力 这位的老师 那我一样眼睛前面看到的是 我到底手上现在是什么东西 所以这个是我们印华系的教室 那在华语中间的教室是这样 这个是我们华语中心的教室 我们华语中心现在的教室 是有像美朱老师说的 我们是有数位手写的工具 而且我们数位手写的工具 就这么大一片 就是跟各位老师现在看到 我在镜头前面的设备是差不多的 就是有个电子白板 老师就只用电子白板在那边写 在那边画 在那边筑记 所有的学用在哪里呢 全部挂在墙壁上 一样有追焦摄影机追老师 我们在每一间教室都有这种 每一间教室都提供老师无线麦克风 所以呢就让他用无线麦克风 上课一夹了之后 直接对话 那线上学生讲话的声音会从这里出来 教室的学生如果要讲话 我们就是让这个 这边还有一个镜头没有拍到 这边有个镜头是可以收教室学生的声音 所以线上跟教室两边就可以自由自在的互动 自由自在的沟通 这是我们教室的安排 在华语中心的教室中有9间 全部都是这个样子 那在印华系有两间教室 都是各位市长看到的 刚才的 这个是印华系教室的实际上的样子 所以老师端 还有一个 刚好这边两边都看到 老师端有电子白板 老师端这边还有一个叫做 电子讲座 如果你习惯坐在位置上 因为我们有些老师习惯坐在位置上上课 我们就把触控的讲座放在这里 他一样可以画一样可以写一样 可以用撇的方式上下一页 那眼睛前面 如果我坐在位置上 眼睛前面看到就是线上的学生 眼睛前面看到就是我的头影片 然后我也可以看到教室里面的学生 这是我们教室的实际上安排的样子 希望这样回应到美朱老师的问题 然后呢 平板电脑需要绑定账号 太好了 平板电脑的账号 因为我们系上的平板电脑也是我管的 那在我们在管平板电脑的时候 这个要跟管平板电脑的老师 或者助教讲 就是通常大批的平板电脑 会用一个东西叫MDM去管 那这个MDM的设定呢 其实是一门学问 那我是让学生可以 就是在这个设定里面 因为我们的对象都是大学生 我让大学生们 可以自己用自己的Apple ID再登录 那只要他登录再登出 这个电脑 就是平板电脑回到我这边来 插上MDM之后呢 他的他的所有东西都会不见 就会reset 这个有机会的话 可以再跟MIS去讨论这件事情 所以我把全线放很宽 然后所有应该要调整的部分 就拉回到这边 但是我都是设定的自动 好 就是我在印华系的作为跟做法 希望有回应到美朱老师的问题 谢谢 来 各位师长不晓得还有什么问题 谢谢 好 但是我们印华系买平板电脑买比较少 我们是买14台所以比较好管 就是回来然后胖全部查上去就好 哈哈 好 你如果以平板啊 以大学生来说他带自己也就好 那个现在那个14台借出去很少很少 大部分学生都有自己的平板或手机 OK 好 来各位师长不晓得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我今天很棒耶 所以大家问题很少 如果没有的话 我相信大家也都拿到我的投影片了 那希望今天讲的内容呢 对各位老师在教学的过程中 是有一点点帮助的 那也期待大家可以多用一些这样子的工具 然后试试看各种 这种很简单的RAW AI去准备课程 或者是用这些RAW AI 让学生可以自己多去探索 非常感谢各位老师的参与 谢谢大家